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函数APPOX等于7乘以sinx-24cosx加5 的最大值为大M 最小值为小M 则 两倍的大M减掉小M 是等于下列哪一个答案 那首先呢 在这里 这是7sinx-24cosx 所以呢 这7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那24呢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那7跟24啊 可以跟25 形成啊 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三个边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另这个角度啊 是θ 所以呢 这sinθ 是等于25分之24 cosθ呢 是等于25分之7 因此呢 这个部分 也就是7 乘以sinx 减掉24 乘以cosx 我们就可以啊 提出25 让这里呢 让这里呢 是25分之7 然后乘以sinx 再去减掉 这是25分之24 去乘以cosx 好 那么 就可以写成是25 这是cosθ 那我们把sinex 写前面 所以是sinx 去乘以cosθ 然后减掉 这个我们把它写前面 是cosx 去乘以 这个是sinθ 好 这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啊 这个合合插角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25 去乘以sin的x 减θ 好 这个形式 因此呢 这个f of x 是等于25 去乘以sin 这x-θ 然后再加5 那么因为sin的x加θ 是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1 因此呢 我们用1代入的时候 可以得到啊 这个最大词 大M 是等于25 去加5 也就是30 好 那么以-1代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啊 这个最小值 小M 这是等于-25 去加5 所以呢 是-20 因此呢 我们要计算 两倍的大M 去减掉小M 那么就等于啊 2 去乘以30呢 是60 然后呢 减掉-20 这是加20 所以呢 这答案是等于80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因此呢 我们这题的答案要选 D 这个答案 是1 2 5 6 6 6